各位老师 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就是为了学生的安全 学校希望各位老师 不要再让学生星期六星期日的时候 来学校上课 燕老师请说 主任 上个月的教务会议 我们已经决议要进行总复习计划了 我不知道主任的意思是不是说 学校会提供其他的场地 让学生们上课 还是老师们要重新规划总复习 或者暂停 这个是这样的 学校并没有说要改变原来的计划 只是希望能够调整一下上课的地点 也就是要请各位老师 自行安排到校外的地方上课 不要到学校里面来 以免这个会有安全上的顾虑 这是太过分了 还有哪里比学校安全啊 这根本就是推多之词嘛 如果各位老师没有其他意见的话 我们今天还有 等一下 主任 老师们牺牲假日到学校给学生上课 学校不给终点费或加班费就算了 没想到 学校现在居然连这种责任也不敢承担 你们明明就是希望我们替学生补习 但表面上要撇清责任 这样太没担当了吧 曾老师啊 这是一种两全其美的权益之计 请老师体谅 什么两全其美 这根本就是表里不依畏守畏伟 你们明明就是要逃避替学生补习的责任 拿校园安全做的借口 然后要我们老师替替导地方替学生上课 这不就摆明了又要麻烦给又要麻烦吃草吗 如果学校是老师为良居 也希望学生跑得快 甚至可以跑成第一名 那请你拿出诚意说清楚 否则你就是全台湾 是全世界最烂的教务主任 曾老师 虚伪 这是太虚伪